也来学习 学习他们一种人性化的管理 学习他们这个宗教方面的 一种爱人的方面的 上帝爱世人这个方面 这方面 要让他们懂得人与人之间 这个平等的一种爱 不要你做了富士康的老总 做了县长做什么长 就是聚高临下的 把这工人是不是 就是放到这个脚底下 要怎样欺负就怎样欺负 好的 这样我认为 台资企业 好的谢谢上海的英先生 上海英先生发表了 很好的评论 一会儿呢我们请嘉宾 来回应您的看法 下一位是湖南的张先生 湖南张先生你好 喜伯你好 中大金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请讲 我觉得富士康这个管理 肯定是出了问题的 就是他服侍的这个人 不是机器 不能够常年累月的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那你连个管理是应该 但是也有 应该有紧张的时候 应该有休息的时候 让他的这个心情 能够恢复过来 他这个就是管理的太紧张了 是这个 这个要政府应该立法 要不禁要规定 最低的工资标准 而且要规定 最低最长的工作时间 你不能超过这个时间 超过这个时间就违法 应该禁止 这个如果是每个企业 去这么自行的去管理 那是不行的 一定要征服立法 好 我的观点说完了 谢谢 好的 好的 谢谢刚才两位 两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打来的电话 那么红大军先生 您对这两位听众和观众 打来的电话 有什么回应吗 仲先生 我认为两位先生 说的都非常好 我要进一步说明的 我的观点就是说 富士康这种企业 别看它是一个拥有 在中国大陆拥有 将近80万员工的 这样一个属于世界500强 前100名的这样一个大企业 不要看它有这样大规模 这样大的头衔 我认为这个企业 照样是一个血汗工厂 照样是一个国际资本 是吧 来廉价利用中国劳动力资源的 这样一个企业 所以说它的台湾 有台湾文化特点 就是非人性化的 这样一种台湾文化特点 和欧美有些企业 和日本有些企业 还不同 的确是说的没有错 所以说通过这件事 台湾企业 台湾在大陆的投资 应该引起警惕 的确是在关注劳工 关注劳动 这个人性化管理方面 特别是那种人权 这个人权管理的这方面 我认为台湾的台资企业 可能是做的比较差的 特别加上又来到大陆呢 大陆又是一个 没有工会的国家 又是个劳动权力 完全丧失的国家 在这样一个国家 再遇上了台湾文化 那可能就会出现 这种悲惨的现象 是不是啊 所以说我们要从根本上找原因 一个是国际资本 在中国对中国劳动力的 这种剥夺 这廉价的利用 第二个就是 中国本身自身的原因 就是缺少劳动 劳动权力 没有就从1982年 修改宪法之后 把罢工这一条取消了之后 中国的劳动群体 就完全失去了法律上 宪法上的保障 就不能起来 合理合法的捍卫自身的权力 好的 所以说中国的 这些打工仔们 在富士康工作的 这样几十万的 这样打工仔们 都是一群羔羊 被人随意宰割的羔羊 好的 刚才那 这些富士康企业的 那些小管家 小管家们 大大小小的小工头们 都可以任意的 随便的欺负这些工人 是吧 好的 这些工人的精神上 如此的痛苦 是吧 用一个个跳楼 自杀的方式 来结束自己 宝贵的青春生命 这说明了什么 好的 这说明中国的企业 这种企业 这个生活 工作 确实已经到了 到了无法忍受的极点 好的 仲先生 您刚才讲得很好 提到了 既提到了国际资本的责任 也提到了中国 中国社会 这个大环境的责任 我们有许多网友 通过email 通过电子邮件 也发表了 比较类似的看法 刚才一位网友 通过电子邮件 他认为 就是说中国 现在缺少独立工会 这是富士康悲剧的 一个根本原因 他提出的问题 是为什么富士康 有这种情况 而其他富士康工厂 在中国的这个情况 在中国的工厂 会出现这种情况 而富士康在其他国家的工厂 就没有这种情况 另外 还有一位网友 他不同意 现在中国有一些媒体 经常把中国当代的情况 和美国 和卓别林时代的摩登时代 来相比 他说经常有人把中国当代的矛盾 和美国历史上某些时期 发生的问题相类比 比如像摩登时代 这是卓别林演的一部电影了 并因此认为中国当代的矛盾 可以随着社会发展 也和美国一样逐步得到解决 但是这位网友认为 不会是这样的 他说如果没有大的变革 中国当代发展之路 也并不能导致和美国当前一样的结果 即如果中国经济发展 是建立在多数人相对 甚至绝对贫困 少数人受益的基础上 那么中国会长期处于社会矛盾激烈的状况 并且有激化的可能 另外 中国也不具备走向产业高端的可能性 低端产业 也导致大部分人 只能获得极其微薄的收入 刚才两位网友呢 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看看其他的听众和观众 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和评论 下一位是 下一位是湖南的张先生 网络听众 张先生你好 湖南的张先生 请讲 你好 主持人好 嘉宾好 昨天晚上在海峡论坛中 我们就跟台湾的那个彭教授 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那么在这里呢 我想控诉一下富士康 我一个亲戚就在富士康工作 他们在陪进场培训的时候 富士康的那些培训人员 就是拿出一个宗旨 比方说有一句话 假如你拉的尿不是黄的 那你就没有资格在富士康工作 而且在工作的当中 员工不许抬头 不许讲话 一天那个这个加班呢 这个媒体也报道了 平均12个钟头 最多的有16个钟头 再说富士康公司 给员工提供了这样那样的 好的福利待遇 有各种娱乐措施 我讲一下 这些员工一天工作下来 加班 哪拖着疲惫的身躯 哪还有心思去娱乐 再一个 员工 这个工头啊 是相当的苛刻 在管理的时候 当一个人犯了一些错误的时候 往往用一些羞辱的语言 讲出来纯粹是降低你的人格 让你的人格破损 而且他说你动不动你可以吃工啊 昨天台湾有些这些观众就这么讲啊 没有人强迫你啊 是吧 你当一个人吃工的时候 他还要苛扣你这方面那方面的钱 比方说进场培训的钱也要你出 基本上让你血粉无归 在长期的这么精神的折磨下 你说这个90后80后 谁受得了 这要在美国的话 我看这个郭台铭先生 你是要上法庭的 再一个我讲 这个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 把这个最低工资的保障线 什么750 800 那么这些外资内资企业 就以此作为员工的底薪 所以加班加班再加班 所以很多都是导致了这个 这人的精神崩溃 就像这个机器一样的 所以我昨天跟对这个台湾的 他说副市场好像是相对大陆企业来讲 我看这个机器一样的